歡迎收看公視新聞報 首先要帶您來看 先前爆發群聚感染的桃園 諾富特飯店 今天下午二館重新開張 作為華航機組人員的檢疫旅館 桃園市長鄭文燦表示 將會有二十四小時監視錄影 確保人員不得離開房間 上午工作人員各自拿著工具 清潔諾富特館館的大門 玻璃 關閉多時的館館 將在下午重新開張營業 隔離許久 終於可以上班了 工作人員只希望一切順利 台灣市長鄭文燦宣布 諾富特旅館的清零計畫已完成 四百一十二位相關人員 連接二彩鷹已於十四號解除隔離 為確保重新開業不再出現防疫漏洞 中央指派專責人員進駐 擔任飯店的保安組與衛生組 諾富特二館必須要二十四小時監視錄影 確定機組人員必須遵守防疫規定 不得離開房間 下午華航機組人員陸續抵達二館 進門前防疫人員先以酒精消毒行李 入住後也將受到嚴密監控 記者綜合報導 國內今天除了新增三百二十一起本土病例 另外還有四百例校正回歸到上個禮拜的數字 引起各界議論紛紛 而中央疫情指揮官陳時中解釋 這是因為地方通報塞車 絕對沒有所謂的蓋牌 他也強調各地熱區快篩的陽性比率 這幾天都維持穩定 代表疫情並沒有爆發的狀況 本土疫情連續爆發 二十二號再新增三百二十三例確診病例 分別為三百二十一例本土及兩例的境外移入 指揮中心公布的確診數還沒有完 另外四百例的本土個案說是校正回歸數 原因是檢驗塞車 所以現在才公布 昨天因為效率的提升 所以昨天我們大概也簽了 大概一萬多件的這些舊案 這裡面有四百個案例 根據指揮中心公布的校正回歸本土個案 五月十六號原為兩百零六例 校正後增加為兩百四十五例 五月十七號三百三十例 經校正後四百零六例 單日本土確診數最多 另外十八號兩百四十例 新增為三百二十五例 十九號兩百六十七例 改為三百五十九例 二十號兩百八十六例 校正後為三百六十例 二十一號三百一十二例 更新後為三百四十九例 校正回歸本土的案例 合計有四百例 外界質疑校正回歸的說法 有蓋牌之嫌 不過陳時中予以駁斥 另外因應疫情發展 新政院人事總處公布 只要符合條件 雙北的中央機關居家上班者 可由原先的三分之一提高到二分之一 經濟部也呼籲企業能跟進 二分之一員工採居家辦公 不過強調產業屬性不同 只能鼓勵無法強制 疫情熱區以雙北確診人數最多 市府都已經迅速設立採檢站 陳時中指出檢驗量能 單日可達兩萬多人 目前雙北熱區 陽性篩檢率已區域平穩 縱觀近期狀況 五月十五號的陽性率最高 達百分之六點三 之後區域穩定 顯示疫情沒有爆發 記者黃雷張國良 臺北報導 高雄市有海鮮餐廳出現群聚感染 市政府下令從今天開始 餐飲店全面禁止內用 目前已經有部分無法配合的店家 直接宣布停業 金發局表示 不僅大小餐飲業全面禁止內用 一直到五月二十八號 民眾邊走邊吃也要開罰 所以呼籲業者和民眾務必要配合 市政府各單位也會動員稽查 屢勸不聽 最重勒令停業 變體 創護盤 ⋯ 数五